OK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留言 挺简单的 他说最近经济不太好 我想转行 我想做什么呢 做代购 因为美国很多的东西呢 全世界大家都非常的喜欢 那请问 如果我做这个网购的生意 我只是一个网购的生意 可能就是代购 那我需不需要买保险呢 来我们还是请到了我们 复达保险的保险规划师 由惠玲来替大家回答这个问题 Hello 还没走吧 来听一下 每一家的网络平台 现在的要求都不一样 Amazon Costco Walmart 又或者是一般我们华人的 好几个这个代购平台 就是在网络上卖 不管是食物也好 日常用品也好 他们各有各的要求 来要求你买各式各样 不同的这个责任险 因为一旦呢 你卖出去的商品 跟别人有纠纷了 这个代购网站也好 或者是网络的这个平台也好 都不希望他有连带责任 所以通常你要在网络上卖东西 就像Amazon以前卖本书啊 卖本自己用过的东西 那个都不需要保险的 但现在呢 你如果把它当做生意再做 那每个月的卖出去的额度是 超过一般正常 私人在卖东西的额度的话 他们都会要求你要买责任险的 买什么责任险呢 一旦你在卖东西出去 有广告伤害 有人身攻击 又会有歧视问题 这些责任险都可以保护 这些平台 也可以保护这些卖家 所以普遍在加州 在网络上卖东西 现在都是需要买商业责任险的 哇哦 好高级哦 现在网上做代购也要买责任险 当然我觉得还是保障大家的权益 还是强烈建议的 好 再次感谢我们的邮惠林